有35位朋友们问说 在外上纷纷加码投资的气氛底下 但是仍然有人担忧 外上是利用台湾便宜的水电 而不是人才的投资 那所以在座各位 有没有 奇怪的 我们在外资的眼中 优势是哪些 而又该如何把握这个机会 让台湾资讯实力度过全球呢 那我想在座大概都不是水电 在座因为都是人才吧 那所以所以我想 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了 一个是说 就是说 便宜的水电这件事情 我想全世界有很多地方都可以offer 如果你是要这个 就是采比特币的话 气候有很冷的地方也可以offer 那但是当然中年都不是这些嘛 那如果中年是这些的话 那就很难解释说 好比像说 为什么太平洋海岸的走向 是现在这个样子 或者是其他地缘上面 为什么就是 Auto Freedom Forum 或者是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共和党的IR 德国的FNF等等 所有这些就是做民主自由推广的这些朋友 现在都选择Hackquard在台湾 当然像国家记者其实早就来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里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在这边Innovate 它是真正能够做到 网络网络当初的这个Promise 就是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就是你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 你不要先去送给谁神批 你就把这个想法就可以公开出来 那你公开出来之后 这个不但这个不会遭到这个和弦 那而且呢也是 如果真的被注意到了的话 那你的想法其实就会被增幅嘛 就会变成下个礼拜 我们的防疫的新的政策 那我们在整个防疫里面都是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靠CrowSource啦 那所以其实在街上 如果就是问人说 哎为什么戴口罩 很少人会说指挥中心叫我戴啊 有些人会说总总是还说要戴 对那 但是大部分的人会说 没有啊 其实指挥中心就是 他们有两天说捷运上不用戴 我也没有听他们的 我就戴了 那往来指挥中心听我的 说好了捷运上还是戴一下比较好 那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是靠大家自己 就是underground的这样一种Innovation 那这个Innovation呢 它本身在社会上面有组织力 有传播力 所以说在最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 在台湾不一定 它是立刻就有business model 不一定是右翼去使用的 它也可以是左翼去sustain它 就是它有社会价值 那大家就透过open source的方法 透过群众募资的方法 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去把这些Innovation approve它的skill 好像有空气额子 就是很好的例子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大家发现 这个有公共利益之后 我们在这个上面再搭建 让产业能够进来的 像美生公共无缘网 等等的这些basic infrastructure 那这些我想从外资的眼中看起来 其实是非常的浪漫 因为从外资的角度来看 我也希望证明说 我们在这边Innovate出来的东西 是放出四海而皆准的 就是说它并不是因为 牺牲另外两个部门 让某一个部门独大 才能够出现的那种创新 因为那种创新就很难卖 你在全世界其他的jurisdiction 除非它的jurisdiction 长得一模一样 不然的话它很难横向地复制出去 那但是在台湾这边 因为我就刚刚已经讲的是 要三个部门都能够说服 最后这个创新才会scale 才会增幅 所以我们试出来的 这些创新的一些模式 那基本上就是全世界 大概看到了就可以直接拿去用 不管它就是它的正体 它的就是体制是什么 或者它的哪个部门的 就是公信率比较高 反正对其他两个部门 大概都没有坏处 所以这种social sector first 就是以社会部门为主导的创新模式 我觉得是台湾的一个特色啦 然后那我觉得从外资的角度来看 也是让人特别放心的一件事情 那